运输车运送货物过来了 把货物卸在地面上 一箱 两箱 可是叉车久久还在睡觉 快醒醒 久久 运输车 你按一下喇叭叫醒他 久久 你醒啦 快去搬货物吧 久久过来搬起箱子 可是久久还没有睡醒 走路摇摇晃晃的 不 不好 前边有钉子 久久撞到了钉子 还撞到了门框上 货物散了一地 挖掘机五福快过来看看 久久 你怎么了 我被钉子砸破了轮胎 我被钉子砸破了轮胎 那我们快去维修店维修吧 久久出发前往维修店 久久 久久轮太破了 鞋子摇摇晃晃的 要小心点哦 哦 前边是红灯 久久 快停车呀 糟糟糟糕 久久倒在了路口中间 三宝 小七 你们快刹车 久久躺在路中间躲避不了 怎么办呀 幸好三宝和小七刹车停下了 让五福去帮助久久吧 用挖斗扶久久起来 好了 继续前往维修站 看 这就是维修站 久久久快进去换轮胎吧 到达维修台 先卸下坏掉的轮胎 换上哪一个呢 试试这个大的 哦 太大了 装不上去 那就装这个小的吧 你们看 久久的轮胎装好了 又可以出发咯 装载车正在街上巡逻 哦 前面怎么在冒烟 我去看看 装车 糟糕 吃房子着火了 让消防车去灭火吧 出发 到达着火点 双赛车让一让 消防车要开实验火了 伸出水枪 看实验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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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没水了 火还没灭完呢 得出发去装水 收起水枪 快出发吧 小房车来到了池塘 开始装水吧 伸出水管 哦 水装满了 快回去吧 回到了 回到了 进去灭火 消防车把火灭了 消防车把火灭了 可是旁边的草堆还有火 让装载车来解决吧 来到消防车旁 卸下爪子 接上灭火器 装载车来灭火了 火不灭了 回去消防车那里 把灭火器放回去吧 装载车 任务完成 可以离开了 消防车也走咯 消防车今天做的真棒 哦 装载车和喷洒车 在争夺停车位 他俩谁也不让谁 装载车喷洒车 别争了 要不你们靠比赛解决吧 诶 这个办法很不错 那就出发前往赛车场 到达赛车场 哇塞 好壮观的赛道啊 现在让挖掘机来当裁判 站上裁判台 装载车和喷洒车 前往出发点准备 三 二 一 开始 出发 哇 喷洒车飞了起来 落地 喷洒车急忙躲避泥坑 但还是没躲过去 陷在了最后一个泥坑里 喷洒车用力 加油 快从泥坑里出来吧 哇 装载车也飞起来了 还越过了第一个泥坑 接着他熟练的躲开了其他泥坑 喷洒车加油啊 出来了 快追上去 他们俩很接近 不好 前边有栏杆 看装载车怎么应对 装载车轻松通过 到喷洒车了 喷洒车紧急躲避 哦 可是还是撞上了栏杆 看装车车最后出次了 哇 装载车赢到了比赛 太棒了 很遗憾 喷洒车输掉了比赛 他们俩来到了颁奖台 挖掘机要给装载车颁发奖杯 哇 装载车开心的举起了奖杯 喷洒车在旁边很失落 这时候装载车把奖杯伸了过来 他要和喷洒车分享奖杯 最后喷洒车和装载车 一起停在了车棚里 哦 你们看 装载车正在睡觉 梦中的他在玩过山车 哦 原来这只是一个梦 可是装载车真的很想玩过山车 咦 挖掘机好像有办法哦 对啊 我们可以来建造过山车 工程车队出发咯 就在这里见吧 再看一下土纸 挖掘机开始工作咯 先挖一个土坑 好了 看看挖的怎么样 哇 挖掘机做的太棒了 耶 耶 嘿嘿嘿笑 倒装载车出马啦 装载车夹起支柱 立在土坑里 才搅拌砖 搅拌砖来浇化水泥 把支柱固定好 完成了 快去吧 吊车 吊车伸出吊钩 夹起轨道 站到过山车的支柱上 过山车就好了 太好了 可以去玩了 装载车还敲了敲轨道 挖着机把板鱼拉回过来了 放到轨道上吧 装载车快去试试 先站到站台上 再敲上板车 出发喽 哇 好高啊 糟糕 这里太窄了 装载车过不去了 吊车先把装载车掉下来吧 还要调整一下 装载车先固定好支柱 吊车把轨道升高 这下应该就没问题了 装载车再来试一次 跳上板车 出发 到达最高点 准备往下滑咯 哇 唱歌舞组 火山车见得太棒了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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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尔正在路上行驶 哦 好像要下雨了 快去躲雨吧 嗯 咦 卢尔发现 可以在树底下躲雨 嗯 卢尔在树底躲雨很危险 会被雷劈的 天空中乌云密布 变闪雷鸣 糟糕 雷电批中了博尔 哦 博尔的爪子被劈坏了 怎么了 原来是博尔被雷电劈中了 救援车队赶快出发去救援 嘿 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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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达事发现场 博尔的脑袋晕晕的 全身都很脏 挖掘机先过来 帮博尔擦干净车身 好了 运输车到车停在博尔的前面 吊车出马 吊车出吊钓 吊起博尔 放到运输车上 前往维修站 维修站到了 吊车把博尔放下来吧 送取 Pen 正 didn't have any 好了 吊尔倒车进入维修站 升起维修台 开始维修了 切下坏掉的爪子 puts arm 拿一个新爪子 安装好 逗一逗 测试一下 再来夹起木头试试 没问题啊 出刷咯 小朋友们 下雨天站在树下是很危险的 不要这样做哦 嗨 博尔 你的染色店今天要开业了吗 哇 好壮观呀 第一位顾客是五福 他小染肠红色的 开进染色店里挺好吧 哦 五福被吓了一跳 准备染色咯 哇 拿着染色苹果来了 放进机器里 哇 水箱变成了红色 按下按钮 开始染色 让五福转个圈 这样才能染得更均匀 停止喷洒染色剂 哇 五福变成红色了 好神奇啊 五福走喽 第二位顾客是小七 他想染成绿色的 小七进入染色店 小七进入染色店 准备好了 升起染色台 五福二拿来了绿色的染色剂 放进机器里 放进机器里 水箱里的水慢慢变成了绿色 五福二转身 按下染色按钮 开始喷洒染色剂咯 小七也要转个圈 染色完成了 小七变成了绿色 出发喽 第三位顾客是六六 他要染成薄荷绿 六六进入染色店准备 五福二放入薄荷绿的染色剂 水箱里的水变成了薄荷绿色 升起染色台 五福二过来 按下染色按钮 开始喷洒染色剂咯 哇 染色完成了 六六变成了薄荷绿色 出发喽 三六小车都染色完成了 耶 你们看 这是张赛车 咦 这里怎么会有树枝呢 哦 不好 树木压着房屋啦 装载车赶紧过去看看 嘿 装载车想把它拉起来 加油啊 装载车 可以的 哎 装载车的力气不够 再来看看能不能顶起来 哦 装载车累趴啦 对啦 它想到挖掘机可以帮忙 挖掘机和推土机他们过来咯 找位置停好 挖掘机先过来看看 这边会不会有问题呢 要把树枝锯掉才行 装载车来换上锯子吧 小心一点哦 装载车 赶紧把树枝锯断 看你的咯 树枝被锯断啦 你太棒了 装载车 麻烦你把树枝清理一下 看 推土机已经迫不及待啦 它的任务是来把树木拉正 绳子绑好了 开始吧 推土机 哦 蚊子都打滑啦 加油啊 推土机 糟糕 绳子断啦 挖掘机过去帮忙吧 OK 准备好了吗 一 二 三 用力 树木被捕装啦 树枝锯断真是太棒啦 挖掘机再来把树木压结实点 OK 哦 树木缺水啦 哦哦 关键车赶紧过去 Let's go 准备浇水 树木又变得生机勃勃啦 舊人车队完成任务啦 棒棒的 耶 哎呀 挖掘机要去采石场工作咯 正在前往采石场的路上 哦 停车 要等红绿灯 可以通行啦 继续前进 到达采石场 到达采石场 就是这里 往前开一点 开始挖石头吧 一坑 两坑 等等 没有车厢装石头 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让翻斗车去帮忙 出发 弯路要小心行驶哦 直行 翻斗车到了 挖掘机 挖掘机勾起石头 装到翻斗车车厢 再勾起第二颗石头 装到车厢 要把车厢装满哦 那就让挖掘机再挖一点石头 糟糕 糟糕 下来了 石头压住了翻斗车的车轮 翻斗车怎么哈利都出不来 挖掘机可以帮忙 要甩车头 把这些石头勾勾勾勾走 马上就成功啦 翻斗车 翻斗车可以出来了 太棒了 挖掘机继续挖石头 要小心点哦 车压车上 车厢装满啦 翻斗车出发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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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挖掘机完成工作 下大雨了 下大雨了 河里发起了洪水 糟糕 桥梁被洪水插塌了 终于放晴了 装载车正在路上行驶 桥被冲断了 装载车过不去 救援车队快去帮忙吧 出发喽 救援车队到达目的地 吊车开到合适的位置 准备开始工作 删出吊河 吊起河板 碰到河道里 得断河水 哇 成功啦 门到挖掘机出马啦 可是挖掘机要怎么下去呢 让吊车来帮忙 吊起挖掘机 哦 装载车快帮忙压一下 OK 嗯 稳定好了 接下来把挖掘机放到河道上 成功啦 挖掘机要把河道挖上一点 把泥兔放到岸边 进行加油 挖好了 把挖掘机吊上来吧 好啦 攀斗车要把车厢里的食材卸下来 完成 吊车吊起新桥梁 放到合适的位置 放到合适的位置 还有另一边 吊起来 同样放好 哦 水要迈过挡板了 加快速度 吊车吊起桥板 铺铺铺 铺好桥板 一块 兩块 三块 四块 耶 铺好了 马上要完成啦 接下来看搅拌叉表现了 搅拌叉要在前面交换水泥 吊叉可以吊起隔板了 太棒了 又可以过桥了 先来测试一下 没有问题 出发咯